中医是有没有办法 让我们的四神经恢复 中医来处理 你的眼压仍然是高的话 我们还是以优先降眼压为主 可是如果是眼压已经很平稳了 在这个情况底下 视力还是渐渐的恶化 那就是其他的原因了 事实上因为我们的脚膜 是薄薄一层而已 它是软的 所以吸收后会用吹气方式 让它瞬间凹下去 然后反弹 那如果你里面的压力很大 它反弹的速度会很快 然后经过电脑计算 这样子又可以预估出 预估出眼内的压力大概是多少 那中医有一个很简便的方式 可以在居家的时候 你自己做测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眼压有比较高了 你可以自己在家里稍微检查一下 不过我要强调的是最终的数据 还是要到眼科诊所 那个不管你是用接触式的 还是非接触式的来量眼压 那我们在家里简便的方式就是 这样子 你手要先洗干净 当然 眼睛闭着 去按压你眼球 等于是这个位置 看看它的软硬度 另一只手来比较 鼻子 正常的眼压应该跟鼻尖的柔软度是差不多 如果你按出来的柔软度跟嘴唇差不多 那就是略低了 嘴唇比较软 是 就比较低了 如果说跟额头一样硬 那就是略高 额头这边肉比较少 所以会比较硬一点 是这样子 有一个简便的方式 可以居家里面自己稍微检 你测一下 如果当你怀疑你的眼压有比较高 可以先这样自我测试